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这种特殊普通合伙的这种形式 那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是指以专门知识和专门技能为客户提供有偿服务的专业服务机构 那特殊普通合伙名称当中也应当标明这个特殊普通合伙字样 那到底特殊普通合伙有到底特殊在哪呢 其实它核心特殊在责任承担这一个问题 特殊普通合伙的责任承担 我们说普通合伙企业原则上每个人承担责任都是一样的 都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对外连带 先企业后个人对外连带 对内案份 那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 但是在特殊普通合伙当中 那会由于不同的事情导致不同的责任承担的结果 原则上我们分两类事情 一类事情 你看这个会计事务所 咱们评论区肯定有不少在会计事务所工作的同学吧 事务所你看这个合伙人 他是什么关系呢 比较独立 这A合伙人 他有这几个大客户养活自己的团队 B合伙人也有自己的大客户 养活自己的团队 对吧 你看每个合伙人之间 他相对来说是比较独立的 各自有各自的客户 各自呢 基本上有自己的团队 有自己人 自己带的经理 自己带的这个审计师 这个团队 如果说 你因为这一个人 一个合伙人 他接了一个烂客户 然后让这个合伙企业承担了重大的这个债务 承担承接了一个烂客户 明明这个不应该出具这个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应该出一个非标的保留意见的否定意见的这种审计报告 结果就硬给人出 为了维护这个客户不要脸了 签字盖章 给人出了一个无保留意见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好 这种情况下被中国证监会罚款 罚了两个亿 罚了十个亿 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是不是让全体合伙企业的全体合伙人承担这个债务有点太冤了 你看就是针对于咱们和这个会计事务所这个业务 他就是这个特点 由于合伙人之间的独立性 那么由于个别合伙人职业活动中的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 合伙企业债务 我们说要分情况讨论了 那以合伙企业财产对外承担责任之后还是先企业后个人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只让这个签字的这个合伙人也就是在职业活动中有故意重大过失造成债务的这个合伙人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那该合伙人应当就承担就此承担无限责任无限连带责任 其他合伙人呢 我们说承担有限责任就完了 这是特殊普通合伙企业的特殊之处 针对这种职业过程当中的债务 首先合伙企业承担嘛 承担 但是你这个造孽的合伙人你得给企业赔 同时剩下的钱都是你这个造孽的人承担 那其他人呢 只以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为限 承担有限责任就可以了 这是针对这个行业的特点 这个组织行政的特点 比较特殊吧 特殊普通合伙 好 那如果说不是这种职业活动的债务 比如说就是这个合伙企业整体干的特别刺 刺到什么程度呢 房租也付不起了 电脑肉是租的 电脑租金也付不起了 这种普通债务怎么办呢 合伙人在职业活动中 如果非因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合伙企业债务 以及合伙企业的其他债务 那还是跟正常的一样 由全体合伙人承担一个无限连带责任 所以要分这个债务 职业过程中注意故意重大过失 好 部分无限连带 部分有限 正常的其他债务 那都是跟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企业是一样的 那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好 那正是由于这个咱们特殊普通合伙 那就比如快逐师事务所啊 律师事务所有这么个特点 咱们法律也规定了一些职业风险防范机制 简单了解即可 那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应当建立职业风险基金 办理职业保险 那所谓职业风险基金 是指为了化解经营风险 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从其经营收益当中提取相应比例的资金 用于偿付合伙人职业活动造成的债务 这个点曾经考过选择提的一个选项 这个资金怎么来的 从收益当中提取的 有点类似咱们比如说公司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要提这个法定公积金 盈余公积金 比较类似 从收益当中提取一定的比例 然后单独利户管理 这个职业风险基金 同时也应当办理职业责任保险 职业保险是指承保各种专业技术人员 因工作上过失或者疏忽大意 所造成的合同一方 或者他人的人身伤害 财产损失的经济赔偿责任的保险 所以这是两个保障措施 风险基金和职业保险 简单了解即可 好了 那到这儿 咱们整个第二节 普通合伙企业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咱们普通合伙企业讲完呢 其实也给大家买了很多的伏笔了 有线合伙企业呢 很多东西也带到了 所以咱们再趁热劲 再来讲一下有线合伙企业 有线合伙企业的篇幅呢 就比普通合伙少不少了 那我们前面讲过了 有线合伙企业 它最大的特点两种人 一种是金主 一种是干活的 那我们金主叫有线合伙人 我后面也有可能把它简称 成LP 就Limited Partner 普通合伙人呢 就是GP 就是General Partner 修下英语嘴瓢了 大家海涵 这个共同组成 普通合伙人对这个企业债务呢 承担一个无限连带责任 有线合伙人呢 以刃脚的出责为限 承担有限责任 那承担有限责任 对我毕竟不是余老师 这说的好啊 这英语没有余老师这么溜啊 这能这可以说吗 这个 好那还有一个特点 这个提示 括号一 我们刚才也讲过了 你考试里边 看见他没说是有限的 还是普通的 那你就默认 它是什么呢 它是普通的 那这个原因 在法律适用当中 凡是合伙企业法当中 对有限合伙企业 有特殊规定的 均适用有限合伙企业 特殊规定的 没有特殊规定的 适用普通合伙人的 一般规定 那 还有一个 这括号二 其实它讲了 咱们有限合伙企业的应用 在我国 这个有限合伙企业 其实它被纳入 咱们合伙企业法 时间也不长 在我国属于一类 比较新的组织形式 有限合伙企业 在我国最常见的一类行业 就是私募股权基金 我以前因为就在这种 就是投资机构工作 所以我们以前这个基金 基本上都是有限合伙 这么个形式 它的这个GP 也就是普通合伙人 谁呢 一般它是个管理公司 比如我们作为投资人 作为这个基金的工作人员 我们在这个有限合伙企业 里面是个什么角色呢 我们是干活的 对吧 所以呢 我们都是这个GP 也就是普通合伙人的 这个公司下面的员工 我们具体干活搬砖的 得出去看项目 这项目怎么样 看财务数据 跟他这管理层聊一聊 看看团队怎么样 是吧 研究研究这个行业 给客户打下电话 你们怎么评价这个公司 这些我们干活的 天天搬砖 所以我们是普通合伙人 那我们的LP 是谁呢 就是有限合伙人 是谁呢 是背后的金主 这个分 这个人币和美元 两类不同的行业 人币基金呢 其实它基本上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新闻 比如说这个咱们某地的政府 又出资设立 以致什么什么引导基金 一般都会成为这种 一般这种引导基金 它不自己直接投 基本上它在分散到投资别的基金 去别的基金那去做LP 有限合伙人 一般这个是人币基金的来源 这个美元基金呢 它来源就比较杂 比如有一些这种大学的 你像耶鲁啊 哈佛啊 他们这些学校 有很大的这个基金规模 那还有一些 比如说这种慈善基金 环保基金 或者就比如那些中东的 这些石油土豪 他们的钱 往往是这个美元基金 这个行业里面 一些大的这个有限合伙人 所以有限合伙 这个组织形式呢 最主要在我国的落地应用 就是私募股权基金 这个形式 一个是金主 一个是干活的 搬砖的投资经理们 他这个包括这些财务法务 等等这些团队 都属于GP的员工 那你看啊 你通过我这个举例 其实你就能明白了 你像比如这个LP 这个金主 你看咱们国家这些知名的 咱们不说二级市场 就说这一级市场 比较知名 什么红杉啊 高岭啊 什么启明创投啊 等等这些 可能大家有的听过 有的没听过 红杉可能都听过 高岭可能都听过 是吧 他们背后好多这个 有限合伙人都是一拨人 都是一拨钱 你比如说比较有名的 像人民币基金的 好多出钱 比如上海市政府 下面有一支基金 叫这个上海科创 上海科创啊 这个母基金 他基本上投资了市面上 所有的人民币基金 知名他全投过 对人家有敬业限制吗 没有 人是有限合伙人 人想出多少个基金 想投多少个基金都行 人自己分散风险 对吧 分散风险完了 赚的钱 好那支持这个政府的一些 公益事业 当地的科技发展 所以对于有限合伙人 没有什么敬业的限制 也是这个道理 你从这个套用到行业知识里面 大家其实就能很好的了解 很好理解这个知识点了 好 这是有限合伙企业的概念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 给大家介绍一下 希望能加深 大家对有限合伙企业 这个形式的理解 好那我们后面来看一下 具体有限合伙企业的 这个规定 包括后面咱们会讲 有限合伙企业当中经营的一些问题 最后咱们还是会讲 有限合伙企业的入伙和退伙 首先我们来看合伙人 有限合伙企业 有两个以上 50个以下合伙人设立 那第一个问题 包不包含两个人 包不包含50个人 包不包含 包含吧 以上以下都含本数 是这样吧 对 那另外呢 我们有限合伙企业当中有一个限制 就是这个关于合伙人 这个数量 他有一个上限 就是50个以下 这个是普通合伙当中没有的 那这个大家有个印象就可以 那当然法律令有规定除外 那好 我们下面 我们说有限合伙企业 还是有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 对吧 所以我们有限合伙企业当中 普通合伙人 还是要遵循那个主体的要求 也就是限无国独起 上市公社团 他既不能在普通合伙企业里面 当普通合伙人 也不能在有限合伙企业里面 当普通合伙人 也是一样的 我们合伙企业法里面 没有明确限制行为能力人 无名制行为能力人 这类自然人 不能担任有限合伙企业当中的 普通合伙人 但其实在实践工作当中 限无也是不能担任 有限合伙企业当中的 普通合伙人的 所以跟普通合伙企业当中的 普通合伙人要求完全一样 限无国独起 上市公社团都不行 好 我们后面来看一下这道题 假公益性的社会团体 与私立学校 共同出资设立一个合伙企业 来我问你啊 这个合伙企业是有限合伙企业 还是这个普通合伙企业 有同学说 老师我知道 刚才你说了 没有说的都是普通合伙企业 哎呀 这个 能不能课周求见 是吧 你仔细看看这个题 假公益性的社会团体 和以色列学校 这个公益性社会团体 不能担任普通合伙人 所以假只能是有限合伙人 对吧 那以色列学校 那我问你 以色列学校 他是什么人 有同学说 有可能是有限合伙人 有可能是普通合伙人 那你有限合伙企业 我跟你说了 两种角色必须都得有 那一共就俩人 有一个是有限了 剩下这个私立学校 肯定是普通合伙人 这是毫无疑问的 咱们先把这个角色判断清楚了 必须有普通合伙人 好 经营文具用品 两年之后 因经营亏损 该合伙企业财产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那下列 关于各合伙人 债务承担的表述当中 符合规定的有 A选项 假是一个有限合伙人 以其刃脚的出责为限 承担责任 那A是正确的选项 那B 这个以色列学校 承担有限责任 这是错的 C 假社会团体 承担无限责任 这是错的 D 以色列学校 作为普通合伙人 承担无限责任 这个是正确的 那A和D 两个选项 是正确的选项 好 我们再往下 名称 这个就一句话 有限合伙企业 你得标明 有限合伙字样 你普通合伙企业 标明普通合伙字样 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标明特殊普通合伙字样 那这个不展开说了 好 第三点 出资 有限合伙人 可以用货币 食物 知识产权 土地使用权 或者其他财产权利 作价出资 来先讲到这 跟普通合伙企业 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不能以劳务出资 看到了吧 普通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人 可以劳务出资 有限合伙人 不能以劳务出资 原因是什么 有限合伙人 承担有限责任 所以你这劳务贬值了 不值钱了 有限合伙人 不能兜底 对吧 那太便宜你了 所以普通合伙人 他自己兜底 所以你这个出资财产 有问题 没关系 你有无限责任 哪兜底呢 所以允许你 以劳务出资 有限合伙人 不行 所以有限合伙人 不得以劳务进行出资 这是一个强执行规定 强无 强无 再者 这也违反他的这个 基本原则 基本分工 你有限合伙人 你就出钱的 你别跟我说你出人 你不用出人 你也不能干活 有限合伙人 不执行合伙事务 你别给我扯淡 所以不能以劳务出资 好 括号二 简单了解一下就行 有限合伙人 应当按照合伙协议约定 按期足额缴纳出资 如果为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 应当承担补缴义务 并且对其他合伙人 承担一个违约责任 这个跟他的金主地位是一致的 所以对他出钱这个事 出资这个事 看的比较重要 好 第四个 登记 这个也简单了解就行 有限合伙企业登记事项当中 应当在明有限合伙人的姓名 或者这个名称 以及认缴的出资数额 这其实跟咱们前面讲的 普通合伙企业是一样的 咱们说人体名助所 行为出资额 单则执行合 这些也都包括了 好 这个有限合伙企业的重点来了 来 这个第三部分 这是咱们考试特别爱考的一个点 那 合伙事务的执行 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好几次了 有限合伙企业 金主干活吗 不干活 谁干活呢 普通合伙人干活 对吧 所以有限合伙企业 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 这个是有限合伙企业 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点 有限合伙企业 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 执行和事务的合伙人 那可以要求在合伙协议中 确定执行事务的报酬 及报酬提取方式 如果 当然啊 你这个普通合伙企业还记得吗 谁执行合伙事务啊 可以是全体 如果你嫌七嘴八舌太麻烦 也可以是由一个或数个普通合伙人来执行合伙事务 那咱们有限合伙企业当中呢 也可能有好几个普通合伙人 对吧 所以这个也可以约定 由数个普通合伙人来执行合伙事务 没约定的呢 那就是全体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 这跟普通合伙的这个规定是一致的 那 我们对于有限合伙人呢 那法律明确规定 他不执行合伙事务 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 五个字 大白话概括 就是主内不主外 主内不主外 告诉你了 他还能主点啥 他也不是啥都不主 对吧 人家毕竟出钱了 对外这些事 人家不参谎 不操心 你内部这个事 人家是不是可以参与啊 人家是金主呀 对吧 所以内部有一些事情 是可以决定的 我们教材上啊 这个说得很拗口 叫做不执 不视为有限合伙人 执行合伙事务的事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给你列举了八条 我给他翻译成人话 他不是说有限合伙人 不执行合伙事务吗 这就是不让干的事 好那让干的事有啥 就是我们下面列举的这八项 那有限合伙人 可以实施的行为 有哪些 那教材上叫 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的事情 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的事情 这八条你看下一大片 是吧 我给你总结成16个字 咱们有一个口诀 叫做进退建议定审计 查阅担保打官司 进退建议定审计 查阅担保打官司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进退指什么呢 入火退火 那建议提出建议 定审计 承办 这个审计业务的会计事务所 那查阅 你看查阅 这个获取财务会计报告 查阅财务会计账簿 那担保依法 为本企业提供担保 最后打官司 提起诉讼 提起诉讼 所以一共是这12个字 那进退建议定审计 查阅担保打官司 那这12个字呢 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 那这里边啊 我提出一个点 那我们看这个担保 那我们前面有没有别的地方 讲过担保 来想一想 我们前面有没有什么 别的地方讲过担保 有没有 我们前面是不是默认一致诀 讲过担保呀 对吧 明犯地点不动产 资产担保找外人 在合伙协议 没有另有约定的情况下 由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对吧 进这个明犯地点不动产 查阅担保 找外人 那里面担保这刚说了 由合伙人一致同意 那这个事儿 这有线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呀 那他怎么又能干了呢 你看清楚 你看清楚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担保 需要默认一致诀的担保 是合伙传加密码担保 是合伙伙企业对外提供担保 来158页 表格里中间那个圈 看 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 这个合伙企业给别人提供担保 那这有线合伙人能干吗 不能干 对吧 有线合伙人能干的是啥呢 为合伙企业提供担保 你说白了 你看 有些合伙人给合伙企业提供帮助呢 提供福利 那这行 你有钱你愿意干你干 对吧 所以依法为本企业提供担保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为什么强调这个呢 好多同学就学筑块的时候 他可能还是用初级中级那个思路 然后被一大堆扣决 然后有一大堆小技巧小方法 可以部分应付筑块的考试 但是有一些坑 一定要我给你摘出来 这就是一个 你背口诀很容易掉进这坑 这个不是为执行合伙事务的 比如C选项 这个合伙企业对外提供担保 见罪建议定审计查阅担保打官司 有背来了 选结果选错了 这里面讲的是依法 由有限合伙人给本企业提供担保 这是有限合伙人能干的 合伙企业对外提供担保 这有限合伙人不能智慧 不能参与 没有他的事 好 这是关于咱们第二点 这是考试的一个重点 多选题经常考 这个口诀大家要记住 担保这个坑要能够跳得出来 好 最后我们这个169页翻过来 大家看一下 第三人如果有理由相信 有限合伙人为普通合伙人 并与其交易的 该有限合伙人对该笔交易承担与普通合伙人同样的责任 那也就是说我们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的规定 那也仅限于合伙企业内部 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有限合伙人如果未经授权 以有限合伙企业名义与他人进行交易 给有限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 有限合伙人要承担赔偿责任 简单了解即可 好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有限合伙人的权利 来我再问一下大家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的 对于普通合伙人来说 敬业禁止四个字 敬业禁止四个字叫做什么 绝对禁止 对吧 敬业禁止是绝对禁止 那自我交易是什么 自我交易是相对禁止 对吧 自我交易要么合伙协议另有约定 或者经全体合伙人同意 合伙人可以与合伙企业进行交易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敬业和自我交易这个事 对于有限合伙人来说 怎么着 括号一 有限合伙人可以同本有限合伙企业进行交易 合伙协议另有约定除外 括号二 有限合伙人可以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 与本有限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 另有约定除外 所以原则上 竞争业务 自我交易对于有限合伙人都是可行的 除非另有约定 没有特别大的约束 这个道理我们刚才也讲了 那你金主 你想投谁投谁 那实务工作里边 那上海科创投了 基本上全中国的知名的这人民币基金 人都投了 没有 原则上没有这个竞争业务的禁止的要求 好吧 人就是个出钱的 人也不执行合伙事务 没什么利益冲突 对 那你为什么这个自我交易也不限制呢 人家他也决定不了合伙企业跟谁交易 对吧 合伙企业跟谁交易 这属于执行合伙事务 这有普通合伙人决定的 所以这里边没有什么寻租利益交换的空间 没有什么利益冲突 好 这是关于有限合伙人的权利 后面啊 我们也有一个解题高手 把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还有公司的董事高管 都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那这个表呢 到时候我也放在99记里 咱们到时候再讲 因为现在公司法咱们还没讲 那现在在这儿 这个不给大家展开 咱们给我翻到第170页 170页 我们有限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出制与转让 这个 咱们先不讲 你们先判断判断 这个出制和转让的要求 比普通合伙人高还是低 比普通合伙人高还是低 应该是低 也就是更宽松 对吧 你有限合伙人 你就是个出钱的 你不跟这个普通合伙人一样 我们绑在一艘船上 是吧 我睡觉了 你得给我盯着 你睡觉了 我得给你盯着 这大家相依为命 有限合伙人 人家金主 人家压根不在你这艘船上 对吧 人家在那个海滩上海南岛躺着晒太阳的 看着你们在这干活 是吧 所以呢 那人家爱转让就转让 那人有钱人之间的事 跟咱们干活没关系 人家爱出制就出制 对吧 出制万一被执行了 这个折价拍卖被卖 你就是换个金主 跟你这个开船的也没关系 所以对于转让的规定 和出制的规定 都是更加宽松的 我们来看一下 有限合伙人 可以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 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 财产份额 提前30天通知即可 所以无论是对内和对外 都是通知 有的说有钱就是好 你得这么理解 第一他是出钱 第二人家不干活 他不参与合伙事务执行 他相对放弃了一部分权利 换来了 我转让 这个流转 套现更加容易 所以人家也是有舍有得 这是关于转让的要求 同时我们转让过程当中 也适合这个也适用 其他合伙人的优先购买权 那出制的话 有限合伙人 可以将其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 财产份额出制 无需其他合伙人同意 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除外 来 我们这个有限合伙就讲这么多 再来回顾一下 普通合伙 财产份额出制 能不能出制 第一个问题 能不能出制 我看这有没有答错 这一上来就有答错的 我挖坑你们就掉 这果然我一猜就这样 你再仔细想一想 能不能出制 是不能出制吗 可以出制 必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我为什么在这问这个点呢 咱们每年大量同学 以前真这么考过 同学就掉坑率 这出制 一看不能出制 咔就选了 人家说的是什么呢 是必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才能够出制 是吧 咱们课上 我都从坑里拽出来你一次了 这考试不能再掉坑了 这个很正常 每年问 每年都这么打 这我已经习惯了 所以整体上来看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持有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 能够更加自由的转让 自由的出制 比普通合伙人便接的多 也正是因为有这种便利性 你才能够真正找得着金主 你这钱出进来了 你都人家都退不出去 人家不愿意出钱了 不愿意做金主了 那所以这是这个制度设计的这个目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个2016年的单项选择题 甲乙丙丁 你共同投资设立一家有限合伙企业 甲乙为普通合伙人 丙丁为有限合伙人 四人草拟了一份合伙协议 该合伙协议下列内容中 符合合伙企业法律制度规定的是 A选项 丙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这对吗 这对吗 这不对吧 丙是什么 丙是有限合伙人 对吧 所以他不能够执行合伙事务 这是合伙企业法的规定 B选项 扯淡了 这B选项 合伙企业名称为还宇商贸有限公司 不说了 C选项 丙和丁可以将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进行出支 可以吗 可以 因为他人家说了是合伙协议 这个当中规定下列内容 那人想咋规定咋规定 只要合伙协议没有另一个规定 都是可以出支的 所以合伙协议自然而然也能这么规定 C选项是一个正确的选项 D选项 假普通合伙人 以房屋作价30万出资 以普通合伙人 以专利技术作价15万出资 丙 有限合伙人 以劳务作价20万出资 掉坑了吧 丙 这个有限合伙人 不能够以劳务进行出资 所以D选项是一个错误的选项 那咱们这条题应该选择的是C 应该选择的是C 好 那这个5-15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那 行 第四个问题 财产份额的出置和转让 给大家介绍到这 简而言之 灵活的可以出置 灵活的可以转让更加宽松 那 好 第五个问题 咱们跟有限合伙的 这个普通合伙的讲说顺序一样 下面这个给大家讲一下损益分配的规则 那我们来看一下法律怎么规定的 有限合伙企业不得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 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除外 我给你翻译成人话 也就是说法律允许通过合伙协议约定 有限合伙企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 判断一下这个跟咱们普通合伙的规定 一样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 对吧 我们普通合伙企业当中 这个明确规定 不能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 或者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 这是不行的 那我们有限合伙 至少在前半句话跟普通合伙的规定是不同的 因为有限合伙企业 怎么样 他的这个角色本身就是不一样的 有金主有干活的 所以也允许人家有一个怎么说 更加灵活的这个约定 这实务工作里边 有一部分什么情况呢 你说这也挺有意思的 正常来说 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股权基金 我这个投资 我投一个项目 比如说我投了一百万进去 过两年这公司上市了 我可能拿了四五百万出来 那里边可能有个这个几百万的利润 这个利润呢 正常的这个合伙企业 他一般都是说GP分一部分 普通合伙人分一部分 有限合伙人分一部分 这是正常的基金 但是呢 你看啊 这个有一些 咱们也不太好 就是说攻击同行 但确实这个行业也比较乱 有一些这个GP呢 他就是想出来一个什么思路呢 就是我呀 我拿一个固定的管理费 就比如说我一年 我就从这收五十万 收一百万 比如说替你管理一个亿的钱 我就拿百分之五 那我收五百万 我就拿一个固定管理费 剩下你这一个亿的钱 你赚多少都归你 利润都分给他 这种有吗 这种确实也有 这种确实也有 他就收一个固定的管理费 剩下的利润都给他 这个当年啊 是这个行业就特别恶性竞争的时候 大家知道比如18年19年 那个时候 这个行业确实有一些泡沫啊 好多这个就是这个基金啊 也雨后春笋一样遍地都是 大家为了恶性抢生意 不管快日事务所抢生意啊 这些这个基金也去抢这个LP的钱 所以就各种各样这个突破底线的这种这个机制设计 赚钱了 我不要 我就收点固定的管理费 我就挣点小钱也可以啊 这个利润都归你 这也有 符合法律规定 符合 这个合伙协议如果另有约定 可以把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 那可以 有的人说为什么呢 因为抢生意吧 对吧 你这个是你红杉你牛 但是你这个还从我这个有限合伙人之后 从我金主这你还分点利润呢 人家那新基金是新 但人家不找我分钱啊 对吧 人一年就拿个几十万的管理费 那不这个我赚的多吗 剩的多吗 对吧 那我就跟他合作 当年也这么抢过 1819年特别多 后来这部分基金也就不太活得下去了 那经过市场的一些波动 那 好了 这个小熊猫想酿酒 哎 有限合伙企业的亏损分配没有要求 哎 这我托儿来了 出现的非常 这个恰当 这给你今天这个 这个给你多接五块钱 我在这给大家补充一下 那有限合伙企业 有一个关于亏损的规定 这是咱们今天额外的一个强六 那有限合伙企业 不允许 部分 合伙人 承担全部亏损 或者部分合伙人 完全不承担亏损 说完了 它的利润分配是比较宽松灵活的 你可以全部分配给部分合伙人 这人家法律认了 但亏损不行 它法律为什么这么规定呢 如果你真的要揪这个原理的话 其实你毕竟合伙企业的投资 它是一个权益类投资 它比较类似咱们公司的股权投资 对吧 大家知道 咱们在会计上 这个股和债 它是两类截然不同的 这个投资工具 那如果说你完全不承担亏损 那你成债权类产品了 对吧 那你不是这种权益类 合伙企业财产份额 这种权益类产品了 这个模糊了股和债的界限 所以这个不行 你什么风险都不担 只拿固定收益 那你成债了 那你是当什么合伙人呀 对吧 所以咱们合伙企业在这卡了一道 这个大家可以记一下 那合伙企业法 有限合伙企业 是不允许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 或者部分合伙人完全不承担亏损的 对这个大家补充一下吧 补充在书上 好 这没记下来 同学可以截屏 然后课下再整理到书上就可以了 好 这是关于咱们有限合伙企业 这个损益分配的特殊规定 好吧 我们来看一道题 强五是哪个 强五是那个 这个不得已劳务出资 有限合伙人不得已劳务出资 是强五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2021年这个单选题 那根据合伙企业法律制度规定 那下列各项中属于有限合伙企业 合伙协议可以约定的是 A选项 有限合伙人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 我们说可以吗 不可以 他属于执行合伙事务了 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 所以A是错误的 B选项 有限合伙人享有全部企业利润 这是一个特殊情况 可以吗 可以 刚才给大家举了例子 对吧 这印象应该深刻了 B选项是正确的选项 那C选项 有限合伙人完全不承担企业债务 你这扯淡的有限合伙人 以及任脚的出资为限 承担企业债务 哪能不承担呢 对吧 D选项 有限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 这也不说了 正确的应该是B选项 那B选项 好了 后面啊 咱们这个原理详解 这个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 这属于咱们给大家补充一个知识 以前老老同学问 什么优先级 列后级 这你感兴趣的工作里用得上 可以看一下 咱们就不占用所有同学的时间了 好 咱们看一下第六点 有限合伙人债务清偿的特殊规定 这一点跟咱们前面讲的普通合伙人基本一样 那过一下就可以了 有限合伙人的自由财产 那如果不足清偿 其与合伙企业无关的债务的 该合伙人可以以其从有限合伙企业中分取的收益 用于清偿 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面强制执行财产份额用于清偿 强制执行财产份额时通知其他合伙人 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 这跟普通合伙是一模一样 那就不再多说了 好 有限合伙的最后一点 咱们讲一下入伙退伙和变性 变性的也就是普通转有限 这个有限转普通 那这个咱们就叫做变性 性质转变 好 咱们先来看入伙 和退伙 那入伙 有限合伙人的入伙 他没有什么这个法定的条件 对吧 你多来一个送钱的 他还不管事 你还不乐意吗 对吧 这个人之常情 你这人散财童子 你不欢迎吗 对吧 你给人设置条件 请着人来 人不一定来 对吧 我们比如以前我们这个在基金的时候 那你都得募资 你这个募美元基金 那你的全世界跑 那是什么样的人都来这个基金 基金里都有 你就那天就上上班 打电脑袋突然来两个那穿的长袍子 应该是那种就是沙特的呀 或者什么 那就那边中东地区的 那边这个基金有钱吗 就还夸就进公司 哎我说怎么回事 这个怎么抑郁风情了 你你你都得给人讲 我们这基金多好多好啊 过去这个投资业绩 多好 投了哪些特别知名的项目 哎大哥给点钱啊 那都你都得募 你却得请基金里专门有募资的人 那你就别说你入伙还给人设置条件 那没有啊 所以咱们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人入伙啊 其实是一样的 那你入伙了 那你不管是入伙前后的债务都得承担呗 只不过承担范围不一样 新入伙的普通合伙人啊 对入伙前后的债务都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那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 对入伙前的乃至入伙后的都以刃脚的出自的为限 承担有限责任 那锅还是得背 但是呢 承担有限责任就可以了 那好 呃我们来看一下2021年这个单选题 普通合伙人甲和有限合伙人 以共同出资设立某有限合伙企业 那该企业经营一年以后 丙以普通合伙人身份入伙 丙是普通人 丁是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入伙 此时也就是入伙时 这合伙企业就有一个负债的状态 那下面我们看 丙和丁这两个新入伙的合伙人 对这20万合伙企业的负债 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 A选项 都不承担责任 你这都得承担责任吧 对吧 这A大错特错 来B选项 丁以其使脚的出资恶为限 承担有限责任 丁是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是以任脚的出资恶为限 承担责任对吧 所以B是一个错误的选项 C 丙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这个是正确的选项 D不承担责任 这也是错误的选项 那好 所以这是关于入伙 那内容比较少 退伙呢 内容也比较少 退伙内容也比较少 那我们有限合伙企业 我们普通合伙企业其实讲了四种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有两种是主动的 还有两种是被动的 主动的呢 咱们分为约定期限的 这个那咱们得商量商量 你提前走了 咱得商量商量 协议退伙 那如果没约定期限的 说一声 提前30天通知 就跟从单位辞职一样 提前30天通知 就能退伙 好 这是主动的 被动的呢 有这个清明节小口诀 那这个当然退伙 那还有一个 你这干坏事了 主动 主观上有过错 那这个叫除名退伙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普通合伙人 有这四种 退伙方式 那对于有限合伙人呢 我们只有一种 就是这个当然退伙 当然退伙 我稍微说一下 简单说一下 为啥呢 比如主动的 什么协议退伙 通知退伙 人普通 有限合伙人 本来人通知就能转让吧 对吧 我通知你一下 我卖给别人了 我卖给别的基金 人本来就能通知转让 对吧 所以就没什么协议退伙之说 人家本来进出 就非常的宽松 自由 人是金主 对吧 人是大爷 你本来就得让人家 宽松的进行交易 那为什么这个普通合伙人有被除名退伙一说 有限合伙人也没有除名退伙一说呢 因为他不执行合伙事务 他不可能有啥不当行为 对吧 所以这个他不执行合伙事务 那咋可能在执行合伙事务时又不正当行为呢 对吧 所以他自然而然也没有除名退伙的室友 对 所以那我们有限合伙呢 只讲当然退伙的这一个情形 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有限合伙企业当然退伙的这个室友 那我们说啊 普通合伙 那个清明街小口诀 还记得吗 叫做丧吊死 丧滋行 当时呢是一共五点 但你看在这五点变成了四点 还差哪个 差哪个 你看括号一 自然人死亡 依法宣告死亡 这个有 括号二 吊销营业执照 关闭撤销 宣告破产 这个也有 第三个 必须具有相关资格丧失该资格 这个也有 财产份额被全部强制执行 这也有 哪个没有呢 丧失偿债能力 没有 第一个 丧 没有 你看掉 有吧 掉销营业执照 死 有吧 死亡 丧滋 丧失资格 行 强制执行 第一个字 丧 没有 丧失偿债能力 没有 来大家告诉我为啥 来脑子转一转 想一想 为啥 金主有的是钱 那也不是啊 你说金主不可能丧失偿债能力 那也不能这么说 哎 这个有的同学回到点上了 他承担有限责任呀 对吧 不会引火上身 那他只要这个钱出完了 那他就不会承担额外的债务了 刃脚的只要出清楚了 出干净了 不会承担额外债务 那你个人再丧失偿债能力没关系 不影响合伙企业最终债务的清偿能力 合伙企业最终债务的清偿能力 要看谁呢 要看普通合伙人的偿债能力 所以普通合伙人丧失偿债能力 作为当然退货的室友 有限合伙人丧失偿债能力 不作为当然退货的室友 所以有限合伙人退货 只有当然退货的一类情况 而且还少一条 少一条个人丧失偿债能力的清醒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如果有限合伙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了 咋办呢 那不影响 有些人说有限合伙人还能是自然人 当然可以了 那你那些基金 你看我们原来那基金 有好多自然人土豪 有的是 那有钱的有的是 有的那一个自然人拿的比上市公司钱都多 那人也又可以是自然人 咱们国家特别是一些 这个中小型的私募股权基金 背后有大量这个自然人的LP 有限合伙人 这很正常 那如果自然人死亡 那由他的子女继承 无民事行为能力 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或者有限合伙人 没死亡 被装傻了 自身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 可以要求他退货吗 不需要 对吧 咱们有限合伙人 没有限无国独企业上市公司团的要求 所以其他合伙人不得据此 要求他退货 那 好 第三个 如果有限合伙人 自然人死亡 被依法宣告死亡 或者法人 其他组织权力终止时 其继承人或者权力承受人 怎么样 可以依法取得该有限合伙人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资格 哎 你看 这个跟咱们普通合伙人一样吗 这差老鼻子了吧 有限 这普通合伙人 这差老鼻子了吧 普通合伙人讲了一大堆 对吧 这继承人得愿意 是吧 经合伙协议约定或者权力合伙人一日同意 对吧 那如果是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还得转为有限合伙企业 对吧 有限合伙人 是吧 不愿意财产给你退还 哎 这回有限合伙人的财产份额 怎么样 直接继承 哎 可以依法取得 有限合伙人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资格 哎 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哎 又有同学就这个羡慕嫉妒恨 还说有钱就是不一样 这也不是因为有钱啊 因为这个有限合伙人要求低 对吧 他不需要承担太大的风险和债务 所以可以直接继承 这咱别啥都说到这人有钱上啊 哈哈 好 第四个 有限合伙人退伙以后的责任承担 有限合伙人退伙以后 对基于其退伙前原因发生的有限合伙企业债务 哎 前半句话我就不讲了 跟普通合伙人退伙一样 哎 他是从退伙时就退伙之前的事 承担原 承担债务 退伙之后的事 不承担债务 是这个道理了 不是 我们要看退伙前原因发生的事 他都要承担债务 那只不过他承担的不再是无限连带责任 而是以其退伙时 从合伙企业中取回的财产来承担责任 什么叫取回的财产呢 比如说我出资的时候承担了100万 然后呢 全部都拾脚了 好 我这100万的财产份额呢 这个经过合伙企业大家不断的努力努力努力 那最后赔成了还剩10万 好 那我取回的时候取多少钱呢 就把这剩这10万块钱取回来就完了 这合伙企业还不如不干呢 干了好几年90万干没了 那我就取回来10万 好 那我拿多少钱为上限 对退伙前原因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呢 就拿这10万作为上限去承担责任 那好 我们来看一道题 假以设立某有限合伙企业 假是普通合伙人 以呢 是有限合伙人 该企业经营一年后产生了债务20万 那现乙退伙 并以是有限合伙人 乙退伙 并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入伙 好 那我问你 乙要不要对这20万承担责任 要啊 说经营一年后产生了20万 然后这一年后乙退伙 那你这20万跟乙不是有关系吗 乙是有限合伙人 所以乙其从合伙企业当中退还的财产份额违限 对20万承担责任 好 那饼呢 饼是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入伙 需不需要对之前产生的债务承担责任 入伙的之前的锅都得背 所以以其刃脚的出责为限 对20万元承担责任 假呢 假没变 假也要承担责任 那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ABCD四个选项 那B首先就错了 我们看 刚才分析了 假以饼都要承担责任 那A选项 以其使脚的出责为限承担责任 那饼不是使脚吧 我们没有按使脚承担责任的吧 都是认脚啊 好 然后B这肯定是错的了 C以其认脚的出责为限承担责任 我们说以是退伙的合伙人 以其从合伙企业当中取回的财产为限 承担责任 C是错的 B是正确的选项 那好 这是咱们关于有限合伙人的退伙 那给大家介绍到这 然后这一节的最后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变性这个事 变性这个事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无论是怎么变 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 普通转有限 有限转普通 都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日统一 这你都不用记 为啥呢 你就理解成啊 普通转有限 这个视为普通合伙人 有人退伙 对吧 这协议退伙 全体一日同意吧 对吧 有限转普通 你可以理解成普通合伙人 有人入伙 一日同意吧 对吧 这用备吗 不用备 好 那我们看后面看一下责任承担 这俩也不用备 有限合伙人 如果转为普通合伙人的 那你现在是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 反正啥债务 你都得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那对之前的 也就是你作为有限合伙人期间的债务都得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你就当是普通合伙人入伙 反正之前的过全都得背 那好 括号二 普通转有限的 对作为普通合伙人期间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你这个就理解成普通合伙人有人退伙 对吧 那退伙得对之前的也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所以这都不用备 这跟咱们前面的规定是一致的 那好 到这咱们整个第三节有限合伙企业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有限合伙内容的大部分跟咱们普通合伙是重复的 有很多呢 稍微修改修改 所以咱们重点跟大家强调了一下有变化的地方 那好 今天呢 咱们把这个最后一节讲完啊 第四节合伙企业的解散和清算 这部分呢 考察到的内容也会比较少 那所以呢 我挑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 稍微跟大家说一说 咱们在十点半之前 基本上就能够给大家讲完 大家再稍微坚持一会儿啊 好 那合伙企业的解散和清算 我要稍微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我们国家商势主体的终结 你可以理解成 你可以简单理解 有两条路 有一条路 咱们叫做资不抵债 你说把这经营的不行 欠一百个亿 是吧 账上就两个亿 这种情况 这个咱们确实有挺多公司啊 有类似的情况 咱们就不点名了 这个再过来告我 这个欠了很多钱 你资产就一丁点 那这种情况下 那你应该走一个什么程序啊 应该走一个破产程序 跟咱们这里讲的解散清算 这个程序是没关系的 那应该走破产程序 那是一条路 经营不下去的 资不抵债 那是一条路 那我们这里 那个那条路 我们第八章会讲 企业破产法律制度 合作企业公司都是一样的 那在这儿 讲的解散清算呢 是指除了破产原因之外的 这些事情 导致了 这个公司终结的情况 你比如说 大家赚够了 说咱们兄弟几个人 是吧 一块干了五年 每个人都财富自由了 咱别干了 海南岛晒太阳去吧 是吧 三亚这个 那个什么 那叫什么酒店呀 忘了 这有三亚特别贵的酒店 你说我这就不是那命啊 名字都记不住 反正在那晒太阳吧 不想干了 这有可能吗 这个 这个协议解散 或者约定期限届满 合作人决定不再经营 或者全体决定解散 或者 你比如说 有些不好的事情 比如为什么 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那你也没法干了 没有证 咋办呀 我们刚才讲了 营业执照颁发之 为合作企业成立之 那吊销了 没有法律的这个独立地位了 那也没法干了 那也走上解散清算之路 所以咱们解散清算 跟破产和破产的清算 这是两条路径 破产是资不抵债 解散的是其他原因 有的人说汉庭 行 这个还能到 还能有汉庭 应该也有 我们来看一下 合伙企业解散的原因 合伙企业的解散 是指各合伙人解除合伙协议 合伙企业终止活动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解散 比如说合伙期限限满 这个合伙人决定不再经营 合伙协议约定的解散 是由出现 全体合伙人 决定解散 你解散这事 那合伙人肯定得全体决定吧 入伙 普通合伙企业入伙退伙 一个都得全体决定 那解散更得全体决定了 还有合伙人已不具备法定人数满30天 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第五个 比如说法定人数 多少人 普通合伙企业 两人以上吧 对吧 有限合伙企业 两人以上 五人以下 不到俩人了 那就不具备法定人数了 第五个 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目的已经实现 或者无法实现 第六个 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 责令关闭 或者被撤销 这个点以前从来不考 以前咱们这个猪块考试呢 不愿意考这种 就是抠字眼的题 去年啊 他真出了一个 我能理解他 因为去年 咱们因为涉及到研考 本身经济法考两个批词 去年呢 然后每个批词两套识卷 所以去年一共出了八套卷 人出题老师可能也实在没办法了 就哪滑了个什么题 人都出了 去年确实出了 我们来看一看 对 根据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下列属于合伙企业法定解散情形的是 A 不具有法定合伙人数满15天 是15天吗 不是30天 我讲这种题都感觉自己没有灵魂了 B选项 半数以上合伙人申请解散 是吗 不是 是全部 C选项 合伙企业严重经营亏损 我们说经营亏损呀 什么资不抵债呀 不能清偿债务 这都是破产室友 解散 不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C选项是一个错误的选项 D选项 合伙企业届满 合伙人决定不再经营 这是一个法定解散的室友 好 这是D选项 确实咱们这个 驻快考试 比如有的那证券法主问题出的多精彩呀 就端来一个这个 那这个 这个让我灵魂丧失 来 第二个合伙企业的清算 首先这个清算呢 需要找一个这个主体 我们就叫做清算人 合伙企业的清算 由全体合伙人担任清算人 当然也可以经过全体合伙人过半数同意 自合伙企业解散室友 出现后15日内指定一个或者数个合伙人 或者委托第三人担任清算人 比如说咱们市面上专门有这种清算事务所 那他就属于这种第三人担任清算人的情形 清算人自被确定之日起10日内将合伙企业解散事项通知 债权人将清算人成员 清算人的负责人名单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告 并于60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那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 未接到通知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人申报债权 申报债权啥意思 咱清算就是为了还钱 对吧 那我到底还多少 哎有朋友说你申报个啥劲啊 你这个这个企业的财务报表不应该记着吗 你的应付账款有多少 什么其他应付款有多少 短期借款有多少 长期借款有多少 你说这公司都走向清算了 那都什么被吊销营业执照了 你哪知道他平常是个啥鸟样啊 你他的财务报表你能信 对吧 哎咱们大家都这个企业做财务 那实话实说 你跟这个供应商对账 每次对都一样 对吧 这大家都能理解 是吧 我这些说话比较直白 对吧 哎所以这种情况上 你得让人债权人来申报 然后比如你清算人再来判定 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当然他申报也有可能夸大申报 那咱们有人民法院嘛 对吧 哎所以这个 哎得由债权人来申报债权 咱们破产程序当中 也有申报债权这环节 那 好 啊大家开始诅咒我了 说马上这个过节了 还让我小心点 行 啊就我不怕啊 呵呵 好第二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债权申报完了 对吧 那我们就算一算 这公司 这个合伙企业 最后还能剩多少钱 咱分呗 对吧 那分的时候 要点就来了 哎 咱们得有一个清算的顺序 清偿的顺序 是吧 呃 咱们有四个字 叫做废公税债 啥意思 这个就代表 它的清偿顺序 第一个费 叫做管理合伙企业财产的费用 还有处分合伙企业财产的费用 清算过程当中的其他费用 这些我们统称为叫清算的费用 就是为了进行清算这个事本身产生的一些费用 这是优先清偿的 咱破产也是 破产 优先 第一顺位 破产费用 那好 废完了 是工 合伙企业的职工工资 社保费用 法定补偿金 这是第二种顺序 第三 税 缴纳所欠税款 好 最后 清偿债务 清偿债务 那好 废公税债 这个顺序 那 好 第三个 如果说 大家学过财管 没有 我们说 如果这个企业清算的话 先是清偿债权人的 这个债权 我们说股东的权益 它叫什么 列后级的 对吧 如果是个公司 它最后清偿股东的 是吧 最后清偿股东的 那对于咱们合伙企业来说 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你先清偿这个费 工 税 债 债权人清偿完了 如果万幸还能有点剩余的 当然大概率也没什么剩余的 按照合伙协议约定进行分配 也就是分给这个合伙人 像他这种权益类投资的投资者 由他们进行分配 如果有约定 按约定 没有约定 协商 协商不成 使脚 使脚 无法确定 有合伙人评分 还是一样的这个顺序 跟咱们讲 前面讲的合伙企业 这个财产分配的顺序是一致的 那 好 第四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注销登记 注销登记 这个就是走个流程了 清算人应当自清算结束之期 三十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 其实我们国家好多这种有限合伙企业 你知道你们上班的公司 这个单位可能也有 有好多你这种公司也好 或者是有限合伙企业也好 它都是个壳 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吧 这个企业也好 合伙企业也好 或者公司也好 啥业务都没有 它就是个壳 有很多这种 对吧 那这种 你说你在让他什么 这个按费工税债 什么申报债权 最后再剩余的分配给这个合伙人 这浪费时间 所以咱们法律呢 也规定了一个简易程序 简易程序 有的人说十几个公司啥业务都没有 小美同学你注意 这个你这个人身还有安全保障吗 这个职业还有发展吗 当然人可能是很大的公司 我们来看一下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 合伙企业未发生债权债务 或者已将债权债务全部清偿完毕 未发生或者已经节清 清偿费用 公税等等这些 所以啊 就是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叫费工税债 已清 或者压根就没有 没有任何的费工税债 再加上全体合伙人 书面承诺 满足这两个条件 可以走这个简易程序 你说白了 不用这个厘清什么费工税债债权申报 直接合伙企业将承诺书及注销登记的申请 通过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 公示20天 如果公示期内没有人提出异议 自公示期 届满自治期20日内直接去申请公这个注销登记 好 这个就是简易程序 最后一点 合伙企业清算后 合伙人的责任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很简单 一句话 你这个锅能甩掉吗 甩不掉 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 债券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 也可以要求普通合伙人清偿 合伙企业被依法宣告破产的 普通合伙人还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合伙企业注销之后 普通合伙人还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这很惨 是吧 确实是 这个就是普通合伙人他的悲哀之处 他干活的还承担最多的责任 好处是什么呢 省税 好了 那到这儿 咱们整个合伙企业法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合伙企业法呢 咱们这个题目非常多 因为每年的都考扎扎实实的六道题 两套试卷就十二道题 四套试卷就二十多道题 所以一大堆题 这个题内比较多 我觉得大家呢 如果这一次性做不完 也可以稍微分分期 陆陆续续把合伙企业这个做完 先跟上咱们后面的进度 好吧 行 那今天这堂课呢 就给大家上到这儿 也不好意思稍微耽误了大家一会儿晚上的时间 那辛苦大家 这个给我的课程做出一个评价 咱们小四瓜可以把那课程评价卡片弹出来 然后咱们下次课是这个 礼拜六的下午这个时间 咱们周六再跟大家见面 好 最后呢 还是送给大家一句话 我最近呢 这个都是鸡汤劝学的 送给这句话 大家应该也都耳熟能详 叫做 弩马实驾 功在不舍 他前一句话呢 叫做奇迹一跃不能识步 就你这个再厉害的马 你跳一下 也不能跳十步 那弩马 实驾 像这种 资质没有那么好的马 他也有可能能够跋涉很长的距离 他的优势在于什么呢 在于他的坚持 和不舍 希望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 特别是这个比较疲劳 大家容易比较疲惫的这个阶段 要拿出这种精神来 真的 你最终能不能通过 真的 我觉得很核心的取决于四五 这两个月份 你能不能坚持下去 是不是 直接躺平 六月份再捡起来 这个很影响学习的节奏 那 行了 感谢今天大家的时间 然后咱们周六 下午 咱们再跟大家见面 好吧 大家拜拜 感谢观看